今天和大家分享土豆丝究竟在家怎么炒才能清脆爽口 还好吃入味呢 首先我们把土豆切出一个平面 这样放到菜板上才不容易切手 切出来的土豆片才能薄厚均匀 然后我们把土豆切成均匀的细丝 切好以后用清水洗去淀粉 再搭配点红绿尖椒丝 锅中水开我们下入土豆丝 烫30秒 土豆变散我们就马上捞出来 用凉水过一下凉控干水分 这样炒出来的土豆丝才会清脆爽口 热锅凉油我们用葱花蒜片再来点花椒面 爆出香味 下入超好的土豆丝 开大火翻炒 炒出多余的水分 你都看到这儿了 能给老弟来个双鸡吗 就是对着屏幕点两下 老弟谢谢你了 炒出香味以后 我们加入盐和鸡精调味 再次翻炒均匀入味 出锅前我们再来点蒜末 再来点白醋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土豆丝你就像我这样炒 可好吃了 老弟主要分享了200多道美食了 如果哪道是你喜欢呢 记得给老弟来个双鸡 有不懂的给老弟发消息 老弟看到了 马上回复你 感谢支持 老iyoruz 老弟